好 这人在生死关头 有这样陌生的路人愿意伸出援手 我们带大家来认识这一位 真是非常热心的女护士 这是南投国姓湘有一个15岁的少年 上个月原本是骑这个车子 要帮家人送饮料 不小心在路上发生车祸了 好 这碰的医生正好旁边是个餐厅 这个女护士吃饭吃到一半 发现大门口出了这样的意外 她毫不犹豫立刻冲到了现场来帮忙 跪在地上帮少年CPR骑救 这一骑救15分钟一直到了这个救护男员来 她才接手还对这个少年一直喊加油 很可惜少年最后是抢救无效 在她的爸爸妈妈知道之后 非常非常感谢护士的疫情 好 她们先特别查到她到底在哪里工作 送上了红包要感谢她慈悲之心 15岁将近少年骑车发生车祸 救护车到场镜头拍到路边一名女子 跪在地上不断帮少年CPR急救 再看一次一名长发女子在路边帮少年急救 救护车到场载游随车护士接手 少年母亲心急如焚 少年被火速送到就近的医院 但她的妈妈早就瘫软在急诊室外头 需要人家搀扶 这起车祸发生在5月9号 地点在南投国庆乡 将近少年骑车帮家人外送饮料 没想到发生车祸当时一名休假的 赖姓女护士人就在旁边餐厅用餐 听到巨大声响发挥专业帮忙救人 虽然是后少年抢救无效 但少年的母亲还是很感动 提了基金以及红包 到医院要感谢赖姓护士 虽然她儿子已经回天乏术 可是她一般民俗 她还是要送礼过来 事后赖姓护士也将1200的红包 再捐出去 只说救人是她应该做的 也让少年母亲感恩一辈子 3D新闻 许树伟 吴坤渝 彰化 南投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